老師帶了好多茶過來 以我們剛剛提到的茶黃素好了 嘉義常跟他們所做的研究 哪一種茶裡面最多 我們現在看到是六大茶類 按照發酵的程度不同 從不發酵的綠茶 到輕發酵的白黃 然後到中度發酵的青茶 也就是像我們台灣 一般認為是高山茶 就黑龍茶 黑龍 對 然後再來是全發酵的 土耳跟紅茶 那剛剛講到的茶黃素 在紅茶裡面 它的含量 因為茶黃素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發酵產生的 所以這個發酵 它有兩個 一個是製作的發酵 一個是後發酵 所以我們在紅茶裡面 或者是老的茶裡面 或者是老的普爾裡面 都會發現有這樣的一個特點 茶黃素 對 這個茶黃素的含量 是2%到5% 我們一般買茶的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有茶黃素 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明度 另外紅茶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 我們來泡這個茶 看得出來是不是 對 因為紅茶它本身 它的茶黃素跟紅素 是同時存在的 那個紅其實就是它的色度 我們一直以來都以為 紅茶茶紅素 不知道裡面還有黃 而且居然是看得出來的 對 我們泡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色彩學的概念來看 就是它的明度會在 我們大概透過這個 這個是一個國際用的評比杯 我們全世界在茶的比賽裡面 都用這個杯子來泡 一般它會有一個規定 比如說三公克泡三分鐘 我們在節目裡面 不可能泡那麼久 我們在倒出來以後 可以看得到 這個邊邊的口鹽 會有那個黃色的 我現在加速它一下 稍微給它攪拌一下 然後中間是紅色的是不是 我們這一杯 這一杯是剛剛有先做了一個實驗 對 這個現在看來是混混的 這叫做冷厚混 就是有點混濁 對 這個混就是茶紅素造成的 我們一般在買紅茶的時候說 它就會看說什麼品牌 尤其是英國的或是法國的 會覺得它很厲害 其實那個茶就是茶包 你如果泡完以後 它絕對不會混 它的茶紅素很少 原來如此 所以混濁的才是比較好的 但是要冷了又混 然後我們在加熱茶的時候 它又變亮 真的啊 對 因為這個是一般做茶的人 不太會去跟你講的 因為你買是買品牌 這個方法是最有效 買到好的紅茶的一個方法 我們今天用的是一個台茶18號 是用緬甸大樹種 跟台灣的野生種 在1999年交配成功以後 現在最夯的一個紅茶 OK 這個聞起來會有一個杏鮑菇的味道 還有 杏鮑菇 沃菇 沃菇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味道很 對 很迷人 或者說很香這樣子 杏鮑菇那種煮火鍋 老師你現在會先讓我們看 剛泡的紅茶 分兩種顏色 我們現在看 這個泡一般都是有一個三分鐘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面 不可能泡那麼久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中間 看到了 其實大家仔細看 我們知道攝影機拍不太出來 在邊邊 最邊邊的顏色 黃色是比較黃的 黃的 這叫茶黃素 對 我們一般講這個明度 明度 然後色度就指中間這個 那我們一般喝茶都說 這茶這麼厚的 很濃 其實是那個是色度 那我們要看明度 好不好的茶看這個亮度就知道 邊邊的亮度 對 就是說它的反光 它的透度夠 這個茶的發酵跟揉鏈等等 都是做到到位 所以茶黃素在紅茶裡面最多 所以除了肉眼看得出來 你說冷掉的茶我們現在給它加熱水 會像變魔術一樣 你看它這個現在是混混的 那這是亮的 然後我現在加下去 好 我們來看 加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你看它是不是變透明的 你等它一下 因為它這個顏色你要這樣直接看 跟是不是它跟一樣的 好 如果從上面來看的話 比較清楚 它的清澈度就比較高 對 再加一點點 跟原本的混濁比較起來的話 為什麼會這樣子 加熱熱水之後 它好像從頭過過 因為它的冷厚魂的意思就是說 茶紅素它在冷卻以後 慢慢的凝結 凝結又遇到熱以後 它又產生另外一個 就揮發性的一個香味 所以它的色度就恢復了 OK 這個是茶黃素 如果希望攝取多一點可以喝紅茶 另外其實現在國際間 包括日本 台灣很多研究 有沒有跟抗病毒 抗感冒等等 那種比較有觀的茶 其實這六大茶都有很神妙的一些 喝的品飲經驗 譬如講綠茶 這個其實在中國 百分之七十人都喝綠茶 這個綠茶因為我們在日本 剛剛有提到說 日本的研究非常非常多 綠茶的做法它是沒有發酵 有蒸青 有曬青 有烘青 這個是草青 還有一種草青 這是六彎瓜片 安徽的 相關的研究呢 它的研究就是說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它對於美白的那種效果很好 因為它的氧化 看氧化非常多 看氧化 所以很多 你看那個罐裝飲料 就會說這個喝的綠茶美白 油切 油切那個是 腸胃 對 就是對身體循環比較好 複茶 那這個綠茶 我們其實也可以泡一個 來做一個說明 因為綠茶其實在台灣很多人 我們接觸比較少 是因為綠茶的產地在台灣 我們已經不太做這個 除了三峽的龍井 它做這個茶 這個綠茶我們要看它的什麼 也是一樣 它在泡開以後 你可以聞到有一個青草味 那就是它臭青味 那個就沒做好 了解 它要聞到一個豆子的豆香 豆香或是麥香等等 這個就是它茶做得很好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聞一下 因為我們在講說 對身體好不好 就是茶其實本身 它如果沒做好 像綠茶很多說喝的掛味 對 我們一般講就是說 這邊 右邊跟左邊 這個綠茶 白茶 黃茶 它是屬於比較 對身體比較熱的人 比較適合喝這個 我說它比較涼 對 比較涼 像白茶 我們等它一下 白茶現在在中國有一個順口 例如說一年茶 三年藥 七年飽 什麼意思就是說 放到七年變寶貝 對 因為它就可以 像普洱茶可以增值 那白茶其實以前在東南亞很多 因為熱 張力之氣比較多 所以這個白茶喝起來 是有這種 他們認為可以去體內的一些毒熱 這是非常有用的 那黃茶這有趣的 黃茶就是我們知道 慈禧太后他最愛喝的 就是這個黃茶 這是在洞庭湖的 這比較少見 對 非常台灣很常見 它是用悶黃的方式去做 就是綠茶的結 再加一個悶的方式 那這個黃茶 很像細細的 對 它會站起來 它泡的時候會在玻璃杯會站起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比較少接觸的 那如果我們一開始提到中研院那個研究 丹寧酸 每一種茶裡頭都有丹寧酸嗎 都有 但是 這中間就是說我們透過發酵跟烘焙 發酵這個就是輕度發酵的 丹寧酸的部分它其實是含量比較高的 輕度發酵含量比較高 對 烘焙以後烘就是把它的水分趕走 被就把糖分留住 那在這個過程中它的丹寧會降低 所以我們喝譬如說身體 像我的經驗就是說 譬如說我過去因為長期晚上工作 那我喝這個茶就對我刺激性比較大 那這邊的高山茶也好 或是青茶 這是青茶類的 青茶類當然分很多 有五一茶 有烏龍茶 有包種茶 那這個中間又加了一個元素叫做烘焙 那如果烘焙多一點 像這個就是五一茶 烘焙比較多 你可以聞它 它的丹寧酸就比較高嗎 比較少一點 比較低 它因為烘焙以後 把那個糖分留住 好香 那個茶香 好像一個肉鬆的味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綠茶泡得怎麼樣 到底要怎麼看是不是好的綠茶 因為剛剛提到這些 沒有發酵的丹寧酸比較高 所以喜歡綠茶的人 有丹寧酸 都跟我們抗新冠有一些關係 喜歡紅茶的有茶黃素 你看 它也是透明的 你聞一下 很清淡的顏色 綠茶最重要就是說 不要買到一個 那個青草香味 對 它不要有一個臭青味 然後我們用這個湯匙聞的話 它還會飄一點花香 有一個花香味出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 我設計了一個弧形的 就是水滴的最大表面張力 所以它的香味會特別不一樣 比較起來 它比較香 上揚 這個還更濃 沒有想到只是湯匙 然後去攪一攪這個茶 就是讓它沾了茶湯之後 聞起來好香喔 所以我們在試茶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去做標準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